百年难得一见的火拳这款石 在北美上空吸引众人 仰望天空 罹患血癌已经够晴天霹雳了 还被曝予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分离 他的人生绝境 此刻起又能反转 一座比澎湖还要迷你的岛屿 却因特殊的环保风情 扬名世界 看似犯傻的岛民 实则把幸福导入进去 您好 欢迎收看10月15号 大岸夜暗新闻 我是刘芳瑜 美国西部的天空上演了这么一场 日环时的天文奇景 这是因为地球 月球和太阳排成了一直线 不过这月亮并没有完全地覆盖住太阳 所以会流向外围像火圈一般的边界 而整个日环时的过程 历时大约是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在美国上空停留是大约30分钟 不过明选的火圈奇景大约只有短短的五分钟 吸引了众人抬头来仰望 而台湾上次遇见日环时 是在2020年的6月 当时也是出现了万人争相目睹的盛况 从小女孩到老阿公 目睹神奇瞬间 每个人都露出了满足笑容 美国西部天空上演了一场日环时奇景 有别于日全时 当月亮来到地球和太阳之间 并不会完全覆盖太阳 而是留下一圈火环 整个日环时过程历时约两个半到三小时 但在美国上空只停留30分钟左右 行程火环更只有大约短短五分钟 下次北美上空要再出现日环时 得要等到16年后的2039年 大爱新闻 江玉廷编译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小巨蛋金藏演绎 倒数计时 今天带您认识这一位演绎志工 他叫做陈又宪 背后可是有一个互助联盟 还帮他自创口号 就是为了成就他的入金藏 为何他能够享有这般独特的贵宾级旅艺呢 主要是因为他双眼失明 眼前一片黑 却能把复杂的走位和动作 通通都做到位 非常的不容易 也有赖这一群在背后默默协助的师兄 这一些有情有义 本身就是一部值得留存的大葬景 必比联盟 GO 必比必 必比 这个点子一开始就是右线师兄他想到的 3 4 5 6 7 2 4 6 2 3 4 记底下 这像他们的倒车雷达的概念 這前後左右都是他熟識的人 然後把他包住 3 4 5 6 7 4 4 看到這應該猜到了吧 兩隻眼睛閃閃動能的我 早就失去了功能了 厲害吧 看不到的我 可從沒摔倒過喔 1 2 3 4 1 2 3 4 還好 還好 說要上兩階 那他就大概自己會抓那個位置 要抬兩步這樣子 再跑一次的時候 他找的速度還比我還快一點 走 1 2 3 4 5 6 轉 往前一點 他能夠用每次的計算腳步的方式 他其實基本上 他就基本上百分之八十到位 3 4 5 3 4 4 一連串的複雜動作 到底怎麼練到的 大線 不住 手往上 雙手固化的位置 然後大概是四十五度角的方向 對 飛盤這樣子把它 飛出去 對 用力的飛出去 彎曲的程度的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有點像深蹲啦 摸我的腳沒關係 好 第1 第9 第9 第4 除了靠旁人 還得靠自己正確定位 就讓我親自來揭秘 武林兩招大絕技 背面的部分來說的話呢 就會有像這樣的感覺 有這樣的聲音聲音聲音 很靠近的時候 那就表示我快撞到那個師兄了 那我就會再後退一點點 沒辦法用手去摸 所以我用我的腳去 想起碼去摳 摳到了 然後他如果要四十五度 我就站在那個地標的四十五度這樣 那我這樣的速度還可以嗎 我要克服的還有這個部分 平日推拿而維生 順利的話 下午五點多結束 匆忙吃點東西填飽肚子 搭捷運再轉計程車 到新店或雙和進市場 才能勉強的趕得上 晚上的六七點的練習 任學一些上老師 發知 過程有沒有一度想放棄 或是怕太過麻煩別人 他們給我很多機會 因為這個機會其實是很珍惜 就是大家都很慈悲啊 原因讓我雖然我比較不方便 他其實本來也很擔心說 到底可不可以承擔就是A加的角色 因為A加常常會上上下下階梯很多 但是他其實很把握姻緣 只要第一次他可能被別人糾正 第二次他都會作對 而且就是從來沒有放棄 而且還一直保持著笑容 一生無量 無量一生 全場上千人只有我 獨立於五色有生的世界 五四生 生無傷 身旁滿滿的愛的流動 一步步牽引著走向這一大母 慈悲福田 他先天的一些不同 卻因為自身的努力還有背後的成全 讓他能夠來參與這一場大法事 而這一新北市的雙和禁思堂 這段時間也可是說 從早到晚都是燈火通明 台前辛苦的同時 幕後有這麼一大群的志工 以媽媽心呵護照料大家的需求 隨時都會遞補茶水點心 還要維護好環境的整潔 幾乎都沒有休息 演藝彩排的身心寬敞時間 必見大排隊場景 一千五百多人不是到洗手間報到 就是在點心茶水區 終於可以喘口氣 卻是另一群生活組志工最忙的時候 泡的有那個本草飲 還有我們的禁思茶 還有咖啡跟白開水 所以我們一個樓層裡面 這樣一整組的都要有四到五組以上 一個身心寬敞 大概都要換到三輪以上 我剛剛在補充點心 因為他們跑來跑去都會很餓 所以說我們要讓他們足夠體力 一次休息點心盤至少要補三次 所以志工都會先擺好 一有缺立即補上 更沒放過擺盤細節 我們是道場 所以什麼事情都有一個順序 所以說平安不能一個朝內 被一個朝這邊 這樣是不好看的 生理上的另外一個必要需求 也是這群志工的藥物之一 檢查每一間是否乾淨 清掉垃圾 還要掃地加拖地 這樣的流程 一天要做六次以上 他們進來之前 我們要巡視一下 結束了之後 我們還要再整理一下 那個尿斗這個裡面 因為有的不小心會 尿地在外面 尿地在外面的時候 大概九都就會到 有分梯早上有三十二位 那下午是三十四位 我們地方很大 有四層樓 像東西班都有廁所 然後點心每個地方都要送 沒有辦法說這個做完做那個 沒有辦法 一定要同時進行 所以需要這麼多人 成就一場演繹 不只台上上千人 還有一群志工 在幕後默默照料身心靈 彼此溫暖相待 大愛新聞 林怡婷謝啟軒 台北報導 今天揭曉了第七屆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其中大愛台製播的大愛全季時節目 雙成季獲得了專業組長影片類優等獎 作品傳達出極端天后下 為地球帶來失序的狀況 透過高平息流域兩座橋樑的故事 呈現大地破碎以及人力的極限 氣候變遷這個議題是值得我們一直去關注 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克服它 希望就是說透過我們的報導 可以讓這個失控的鐘擺稍微正常一點 有等獎 雙橋季 百年為九也一盒雙橋 反思人與環境如何永續成為架構 從1871年的老照片為起點追溯 論述地質地法 南橫公路上 名霸克路橋以及古川這兩座橋 反映出了高平心流域地質的破碎 人們一再雨天抗衡 橋與路一休再休也難保永續的平安 這當中也希望我們能夠深思是否是新課題 評審團表示 畫面沿河谷空拍 在沿著石灰岩的峽谷順著公路橋面而行 雙橋命運一存餘費 也帶出了當地居民的憂心 議題引人入勝 而且完全緊扣主題 才會榮獲今年華文永續獎的報導獎 長篇類的獎項 南亞國家巴基斯坦去年發生過 嚴重水患三千多人受災 此際當時就與六個NGO合作 及時的援助醫療糧食與毛毯 今年持續這項善行 在南部的重災區信德省 針對了一萬戶的平病家庭 又再次的展開發放了 這次是與麥地納伊斯蘭中心跨宗教的合作 發放糧食包 休息一下回到新聞現場 帶您來關心 這次主題無故 我愛您的企業 如果不是那場火 我會是你最堅強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場火 我會給你最溫柔的擁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 没有感觉吗 这声响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氏的印记 高温冰墨 我 坦诚相见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平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已久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还不会游泳与迷食 因为海边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啊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有感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剩余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集气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以巴开战第九天了 双方死亡人数超过了3600人 尤其加萨伤亡惨重 过去几天的罹难数 已经超过了2014年 长达51天的以巴战役 随着以色列 有可能会从空袭 再扩大为地面作战 希望一举歼灭哈马斯 事先给传单的心灵战术 要加萨北部的老百姓 赶紧撤离到南部 结果现在南部地区 变得更拥挤 更不加负荷了 更被全面围困的加萨 现在也只能够靠 唯一这个与埃及接壤的 过境点叫做拉法 运进国际物资 不过问题恰巧就卡在这里 虽然各国包括阿联 土耳其 世卫 以及红十字会的 援助物资专机 都已经降落在 埃及的国际机场 这里距离拉法过境点 只有45公里 不过连接加萨这一端的 关卡过境点 却因为空袭行动 交通是持续中断 目前还不知道 何时能够让物资 真正的进入 现在不止粮食 医疗药品短缺 街上满是大牌长龙 来抢食的民众 无水可用的问题 也非常的严重 因为在过去 加萨有92%以上 仰赖的都是地下水 不过也不是打水井 就有水了 是以色列会从源头的水线 掐住控管 双方在开战之后 水源就变得更吃紧 过去一天还享有26万公吨水量 如今只剩下了区区的1.4万吨 好多居民渴到只好去农业井来打苦咸水喝 甚至用这样子不能够饮用的水 为小宝宝冲泡奶粉 热腾腾的面包出炉 店家顾不得烫手赶紧打包 因为背后的眼神更炙热 小小窗口挤满了人 只希望手中的纸钞 能让家人填饱肚子 我认为他们在哪里 不 att服务不是水 并不是水 并不是水 我们绝对他们在哪里 老板 不能吃 并不是十分 天 这是我所谓的 如果让我们拿个水 就能再拿个水 就是 這裡是加薩走廊南部城市 甘尤尼斯 隨著加薩居民往南大撤退 南部地區負荷越來越沉重 以色列祭出嚴密封鎖 物資不斷消耗 不止糧食 飲用水 也快消耗殆盡 為了緩解加薩的人道危機 約旦 土耳其等國的援助物資 都已運抵埃及 市委秘書長譚德塞也表示 第一批藥物 以及足以滿足30萬人需求的 基本衛生用品已經送達 問題在於 埃及通往加薩走廊的拉法過境點 在以色列轟炸後 加薩那一側至今仍未開放 各國僑民心急如焚 只求儘快逃離是非之地 無處可逃的加薩居民 期盼的則是救民物資 在美國 埃及等國斡旋下 原本說好當地時間14號下午開放 卻遲遲沒有動靜 消耗的不只是耐性 還有分秒流失的救命企擊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 相較於加薩走廊 南亞國家巴基斯坦顯得幸運許多了 去年發生嚴重水管後 此季就給六個NGO合作 也進行了短期發放 如今扇行延續 是在南部信德省 與麥蒂娜伊斯拉中心 再度為上萬戶的平併家庭 進行糧食包發放 孩子在這裡沒有基本的生存權 為何你穿着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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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餐要溫飽更是難 我們最後煮了一餐 巴基斯坦全球人口第五大國家 去年招逢水患 三千三百多萬人受災 今年要重建時又遇上通膨 加上農作物欠收 貧窮人口激增八百多萬人 因為貧窮人口激增加了五百萬人 所以我穿得了五百萬人 通膨 只能賺到五百萬人 那五百萬人 如果貧窮人口激增加了五百萬人 如果貧窮人口激增加了五百萬人 我還沒罰過五百萬人 各個NGO組織合作 援助近32萬人次 今年在與麥蒂娜伊斯蘭中心合作 在信德省與最大臣喀拉吃 53個定點針對1萬戶 貧病殘落家庭展開兩次 一個月的糧食爆發法 如果在這裏面上 就很好的時間 在這裏面上就不穩定 我沒有穩定的事情 所以我會想 如果在這裏面上 我們會很快 這份能夠守住生命的食糧 將近32公斤重 包括麵粉 大米 糖 茶 食用油等 共10樣必要的民生食品 而每一份糧食包 都寫上了這份愛 從何而來 發放現場 排列整齊 依循尊重 直接的發放原則 由志工親手送上 跨國 跨宗教再次的共善合作 看見貧苦大地 珍貴的笑容 你怎麼會在這裏面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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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肉分離曾讓她的人生跌落谷底 因為罹患有急性白血病 就是俗稱的血癌 當時這位張淑珍女士 小兒子出生沒多久 還是最需要喝母奶 與母親在旁的時候 她就必須要與寶寶分開 住院治療 身心非常的折磨 所幸幸運之神半年後來敲門 配對成功了 能夠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 而幫助她重生的 就是這位住在高雄的朱先生 得對自己配對成功 笑稱比重樂透更加有意義 也在收到感謝信函時 感受到了一位無助又迫切 渴望為孩子活著母親的真情 起床了 快點 起床了 起床了 我覺得有小孩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而且說兒子才九個月 他還在喝母奶 他的四季都是媽媽 然後我就是要為了小孩堅強 你知道他在哪兒嗎 對… 好 放這裡 為母則強 哪怕世界崩壞 自己也不能倒下 我真的自己覺得不可以依得好 我說實在如果沒有慈激這個 這個建黨的活動 你要去哪裡有這個鼓水 無論你是誰 你在哪裡 我都想說 謝謝你 親愛的陌生人 這脆弱 我覺得再來一次應該會 會崩潰 我已經崩潰一次了 但他很悲觀 我很樂觀他很悲觀 所以他說崩潰我覺得 因為還好 因為我就獨自自己在 跟媽媽在醫院裡面 對抗病 張淑貞跟洪建杰 是平凡的四口之家 原以為這種小確性 串起來的生活 會順遂下去 萬萬沒想到 自己拿的不是這種劇本 是感冒 然後就看了一次沒有好 然後後來接下 就是牙齦浮腫 棄子國泰抽血的時候 就確診這樣子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不就等於是癌症嗎 夫妻兩人抱頭痛哭 但哭完了趕緊擦乾淚水 因為眼前還有一場硬仗 如果沒有持激這個捐贈的話 我也沒那個財力 去廣邀大眾去來幫忙的 時間拖得越長 錢燒得越兇 所幸生病配對到 完成造血幹細胞移植 只有短短七個月 但這卻是生命中 最煎熬的日子 就累啊 真的累啊 要工作要擔心 對 真的累啊 對 所以 對啊 我覺得很單純啊 你看他哭不哭 經濟一般的小家庭 那經得起這些打擊 我比較想了解他的意思 就是說他為什麼 就是願意做這個犧牲 跟風險做捐贈這個動作 因為其實捐贈骨髓 就是乾細胞它不容易嘛 你既然決定要做 就是要做到底 不要做一半這樣 而且可能有時候 你影響到 是一整個家庭的生活這樣 笑口常開的朱瑋碩 就是張鼠正的改命之人 當初沒想太多的舉動 日後卻接到沛隊的通知 那一刻 彷彿就跟中了樂透一樣 我在逛街的時候 遇到慈激的師姐 在絕疚那邊舉牌子招募 沛隊到那什麼心情啊 突然接到師姐的電話 我剛才好 我是說樂透就沒在抓這個電 人在高雄岡山的朱瑋碩 跟住在新北市戲指的張鼠 兩個不相干的人生 就這麼巧妙地產生交集 我說到她的那個感謝性的時候 我當下是看起來蠻感動的 因為她讓我感覺到 就是她對一個生命的渴望 真的很感謝她 真的是很感謝她 把一個家庭 從破碎的邊緣拿回來 好 讓我們來歡迎來自 高雄的工程師朱瑋碩先生 還有志工 歡迎 謝謝 謝謝 生命裡很多事千言萬語也說不清 但日子有了裂痕不打緊 只要生命還在 希望永遠都在 下段新聞要帶您到馬來西亞的一座離島 這裡比澎湖還要小 原本是被垃圾給紋困 如今被環保給填滿 靠的是一群自稱傻乎乎的人 休息一下回到新聞現場 帶您來關心 但是憑囉 待會儿 認識 我是苦花魚 我需要乾淨的水源 喜歡在雞流岸石處蹦跳 人们用心富裕河川 与万物共享着一弯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给鱼儿一条亲近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 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钓钓 又钓到了 那一条鱼西里头的九斑 它是这样 这样挣扎的 忽然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生生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 跟它说对不起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 拍摄 倒掉 回家晚餐 有鱼 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 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 广结善缘 后路宽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 李明君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李明君 来关心天气 今天北部东部海事偏凉 包括了基隆 新北苗栗和花莲 都有策战不到20度 即将进入冬天 温度是越来越低 不过地球的平均温度却越来越高 前气象局长郑明典 在脸书po了一张照片表示 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 分析9月全球均温 持续大幅度打破高温记录 联合国8月就表示 明年可能是史上最热的一年 而温度逐年的上升 可能造成农业减产 干旱缺水 灵活更多 台风气风更强等冲击 减少温湿气体排放 刻不容缓 吃素就是在餐桌上减碳的方法 继续关心天气 开到降雨趋势 周一周二 东部恒春半岛 还有南部会有短暂降雨 另外周三周四 东北季风减弱 各地多云稻情 东半部还是会有短暂雨 周五周六 东北季风又增强 桃源以北 东部会下雨 这一周三驱五后 都可能会有短暂雨 一周天气先看到北部 周一到周四 有机会看到阳光 周五东北季风增强 各地转为阴天或雨天 二十一到三十度 中部周一到周三多云 山区短暂震雨 周四周五情势多云 二十二到三十二度 而南部周一周二和周五 是零星降雨 周三周四多云到情 但是午后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雨 二十三到三十一度 东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阴风面大多是多云或是有雨的天气 二十一到三十度 而外岛大多是多云或晴天 周四周五 金门和马祖会有短暂雨 二十到二十八度 从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明天上半日 东部和恒程半岛 短暂雨 南部偶尔飘雨 山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和东部清晨 持续的偏凉 注意保暖 桃源到云林 恒程半岛 澎湖金门和蓝雨 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至于空气品质方面 东台湾空品普通 其他地区包括外岛 则是橘色提醒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史惊天 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瓷季足迹 带您到马来西亚的国境雨溪 一座小小的里岛 吉丹岛 上头有一道特殊风光 十多年来与岛上的风土民情 相辅相成 先看它的地理位置 是位于西马外海的里岛 面积30平方公里 非常小 大约只有澎湖本岛的一半 岛上居民多半以捕鱼为生 住的都是高脚屋 外人看似别有风情 不过其实在上头生活大不易 随着涨潮 退潮 海水带来了 除了赖以为生的渔货 还有一望无际的垃圾 加上岛民有随手往海里扔垃圾的习惯 这里久而久之 美丽的景致 就被垃圾还有难闻的臭气给取代了 此季是从2011年开始在鸡丹岛 推动资源回收 一开始志工被当成了怪咖 千难万难 这段历史 明科在慈祭的大藏经 一同来回顾 2011年10月15号 马来西亚雪兰俄州巴申县吉丹岛 此次以环保站启用 全村六七千人超过九成捕鱼为生 过去岛民随手丢垃圾成习惯 我们习惯了 习惯吃了就丢了 方便嘛 后来觉得太脏了 根本看不到腿 只会看到阿滴啦 2009年 巴申慈禁人来到吉丹岛 宣导资源回收 当地磁力志工 陈秀兰开始单枪匹马 做环保 刚开始做的时候 岛民以为是我们在撕垃圾 什么他们讲 叫我们来做这种肮脏的东西撕垃圾 有时我的老公会反对 从反对到认同 目前岛上有二三十位军民 响应资源回收 环保一小步 人心转变一大步 做环保 它就说 硬气还是环保炸 它水更清淡 我们吃水更大 吃得硬硬硬硬 我们的饮料慢慢扣 慢慢扣 慢慢扣就慢慢扣 以前还没有垃圾桶 就丢进海里了 现在有垃圾桶 就拿去垃圾桶丢了 此季用来收集资源的工具 包括云网 铁笼子 人力及脚踏车 在小岛沿路设置了资源回收栏 志工和居民每三周一次 将岛上收集到的回收物 仅有船运送往巴省码头 那边是人家丢下去的 有些他们那边扣进海 它是海那边冲进来的 大家一起坐下去 只是我们一个动作 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 就可以回归它原来的原码 真的 多年来已经把超过 40万公斤的回收物运出岛 减少海岛垃圾量 2016年再进一步 成为鸡丹岛环保教育站 刚刚影片当中以及画面上这位 壮汉蔡福问是鸡丹岛上最早蒙发 环保善念的岛民之一 在别人眼中他好傻好辛苦 开始一个人的环保行动 早上七点 我最高纪录能够到要到十二点 四五个小时在海那边站住 我一天要换四五件衣服 最高纪录六套衣服 别人通常会讲一句话 没有用的 以前还是有的 很多人都讲这个傻瓜 人家丢你就去弄 那你一个人 上百个人丢 你一个人只能不做 可是我也是会自己 自问自导 刚才你讲的 明天吃饱了 明天还是要吃 今天冲娘明天还是要冲娘 只是纯粹应验心 就是这样做下去 现在的吉丹岛 比以前更出名了 有名的不是岛上风光 而是岛民对环保的身体力行 听听上人怎么说 观光地区 你看可以把它画腐朽 变成好整齐好整齐的 团体来这个岛不是来观光 是来骑机 这都是他们这种无所不能 这可以把这样的奔所堆 把这个地方把它埋下来 就开始来教导环保教育 带动当地 当地人不作则疑 没有做的时候感觉 但本所的不是我 所以他们一举无关 可是只要有人进去 去引导了他们 讲解这个垃圾问题 那我们要如何来照顾大地 他们发心要做 你看做起来 多么整齐 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团体 来启经的地方 当我把爱当成了习惯 重复又重复 使自己也相信了爱的亲而易举 美丽文字搭配自画像 这是1984年 蒋迅任职东海大学时的创作 一个文青自己也开始写作了 自己也出版书了 那时候我大概刚刚30岁左右 然后就在镜子里看自己 文青时代是中央书局 三周年特展主题 展出画作是蒋迅1966到1990年作品 全是压相保 是看到是画背后的那个个性 我觉得有温暖跟平静的感觉 学生时代喜爱的卡米尔 齐克果等等作家 蒋迅用画笔留住感动 当时我读他们书得到很大的感动 他们对人道主义的追求 对自由的渴望 那我觉得给我很多的鼓励 年轻的人还是要有梦 然后要有追寻 用画作传递最深的祝福 不要丧失对生活的热情 对爱的渴望 永远要怀抱梦想 永远要回到文青时代 提醒自己说 我曾经年轻过 我曾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的渴望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业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间谱题 我是刘邦瑜 我们再会